左总 新来的员工我真没办法管 怎么了 小李 新来那个没来吗 他 他也没来 主管 这都上班两个小时了 几天了 现在才来上班 昨天晚上通宵玩去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方案的资料准备好了吗 催什么催啊 我是来上班的 又不是来听你喜欢的 更何况老板都不管我 你管我 几天了 一个资料都准备不好 能干干 干不了事这东西走人 走人 劳多烦你知道吗 赔钱我马上走 你一个主管 你能开除我 笑死 左总 我真没办法管了 每天上班迟到 不到人就下班 还什么事都不干 行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你这段时间辛苦了 先去忙吧 好 左总 你找我 刚来公司 工作还适应吧 不适应 左总 不是我说 你这公司是不是该整顿整顿了 那个主管每天拿着鸡毛当令件 就会使唤人 之前我没给他好脸色 他还想要开除我 我一说劳动法呀 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左总 不是我说 有些人该开就开 你说的有道理 那你拿着这个去人事 以为开除了 开除我 左总 凭什么 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 不是不劳而获者 要多听 少说 更不要随便插话 我知道了 左总 哦 对了 苏总喜欢喝茶 基本礼仪 我知道 扣修礼嘛 长辈倒茶 全都倾销回礼 同辈倒茶 双指倾销回礼 晚辈倒茶 单指倾销回礼 我都记得 左总 不好意思啊 有点事情耽搁了 没事 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小兄弟 小浩 哦 一表人才啊 左总好 来 坐坐坐 先喝茶哈 来 左总 来 谢谢左总 左总 我上他洗手间 好 左总 你看方不方便 我家里的微信 可以 来 是这样啊 左总 我自己呢 最近也新开了一家公司 价格很便宜 比我姐呢还便宜 你看我们 这样啊 生意的事情呢 我们先不谈 来 喝茶 满了满了 左总 左总 我今天还特意给你带的茶叶 一时着急放车上 忘记拿了 小浩 去拿一下 哦 好 左总 你这个小兄弟 认识多久了 我老家的 来 不带地的 规矩我都交给他了 至于怎么做人 就交给社会吧 都停一下 这个项目 为什么会被对手的公司知道 谁谢的名 左总 是小安 左总 不是我 肯定是主管 我就让他迟到 他就处处的要难我 不信你就问大家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呀 谁来了 你出去 可是你是最后一个上来的 我是主管 我很多事儿要做的 事儿耽误了 你能成难题吗 可是我也快迟到了 废话真 出去 小安是多本分的一个人啊 天天受主管的情 哎 主管 垃圾怎么满了 不知道到呢 不是我的火 这是宝珈阿姨的火 平时会让我到 我是领导 我让你到你就到 你话那么多呢 这样啊 以后这一片的垃圾全你到 哎哎你们几个 听好了啊 垃圾谁也不许到 都给他到 就是 我看就是主管 故意栽赃他的 行 既然这样 小安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自己心里没输吗 喂 王总 哎哎哎 是我 是我 这边我已经打探清楚了 资料很快就能拿到手了 哎 对对对对 保证保证 我向你保证 哎 喂 李总 我想问一下 小安这个人 你熟悉吗 哦 没什么 就想深入地了解一下 你把他资料发给我 这个项目很重要 你有什么想法 佐佐 这个项目我跟小安一起做吧 正好你也想 行 那辛苦你了 我对忠心耿耿的员工 一个字 好 但是 我对吃里爬外的奸细 也是一个赞 滚 我是你老板 我让你干嘛 必须得干 骂你你也得给我受着 这点道理 还需要我教你吗 不服气啊 不服气 你也得给我笑着 保持不了微笑 大门就在旁边 随时走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佐总发什么神经 莫名其妙地骂了我一顿 而且骂得很难听 不会吧 佐总不是这样的 谁知道他什么情况 有病吧 怎么 骂你两句 觉得自己很委屈啊 是啊 凭什么呀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相比你刚刚 跟外卖员说的话 我已经很客气了 你怎么把外卖 给我放地上 美女 你电话打不通啊 打不通 你不会放大厅吗 你们大厅不让我进啊 不让进 你不会等我一下吗 我都等了你二十多分钟了 我后面还有单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是你的客户 你的上帝 你的衣食父母 你出来打工 做服务行业的 不知道怎么服务客户吗 你是智障吗 还要我教你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我这样讲话怎么了 我是你客户 骂你你也得给我受着 出来打工 就得给我闻闻闻闻的 他妈妈要点脸 行吗 等着我投诉你吧 智障 左总 你就因为一个臭送外卖的 你就故意刁难我 臭送外卖的 亏你也是大学毕业的实习生 你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人品才分三六九等 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工作 努力挣钱 你凭什么践踏别人的人格尊严 我正式通知你 你被撕退了 凭什么呀 我工作差又没出什么错 你做错的不是事 你做错的是人 来 素总 喝茶 哎 左总 有个麻烦就看能不能帮我 我有个朋友欠我十万块钱 现在每个月是帮我五百 这可怎么办 你这是什么朋友 以前啊 也是一个老板 因为口罩的原因 精英不赛 后来啊 从我这拿了十万块钱 也没撑过去 不撑了 那他现在在干什么工作啊 还能干什么呀 在工地打工呢 特别惨 还你钱还了多久呢 有三点了 也就还了一万多块钱 那他现在人在哪 还能在哪啊 在工地呢嘛 你这个忙我帮定了 嗯 你现在带我去见见他 现在 对 走吧 苏总 苏总 北风 苏总 你们怎么来了 都过 过来看看你 苏总 没事啊 这个月我涨工资了 下个月就可以还你一千了 哎呀 不提这个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左总 左总你好 我这手太脏了 没关系的 你好 北风 你好 左总 是这样的 我和苏总呢 是多年以来的好朋友 今天也听他说了 你们两之间的事情 他特意带我过来见见你 你要不嫌弃的话 可以来我们公司上班 哦 哎 我那有个岗位 刚好缺人手 工资比这多得多 就看你愿不愿意 愿意 可是 为啥呀 怎么这么突然 因为 谢谢你的人品 谢谢你的人品